斗破仓球中男主义出场,变成斗气九段的天才少年,变成斗气三段的飞才少年,正天面对主任的冷眼,身为组长之子,肖家未来的继承人,肖炎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。 在肖炎最落魄的时候,又被遭有婚约的那兰燕燃退婚,肖家更是受得奇耻大俗,肖炎为了挽回肖家颜面,写下修书并与那兰燕燃立下三年之约,为了向那兰家复仇,肖炎开始了她的修炼之路。 可是只有斗气三段的肖炎如果没有奇迹的出现,她是万万赢不了那兰燕燃的。 就在她一筹目感的时候,天下第一个猎药是要老出现,肖炎也终于弄清了自己从斗气天才变废财的原因,原来要老一直藏在肖炎的那届中,在她做废财的七年中,要老一直吸收着肖炎的斗气,维持着自己的身体, 在要老吸足斗气,身体稳定后,她出来帮助肖炎,提升肚炎,好在三年后打败那兰燕燃,为肖家出口饿气。 肖炎虽然天赋一饼,如果靠着普通的功夫,也是极难在短时间内有所突破,要老这个天下第一的老师在关键时刻变派上的用场,先是让肖炎买起各种名贵的药材,为她练制珠基灵液,帮她恢复肚炎。 更是把各种猎药的配方交给肖炎,帮助她成为猎药师,这样她就可以自己炼制药物,来提升肚气。 接着又是各种高阶的斗技功法,短短的时间内便帮助她将肚气提升大斗折。 巴基邦宣正齿,为肖炎成为斗,师,大斗师,奠定了基础,加上各种奇遇,都有要老在其中的颠簸,帮助肖炎在最关键时刻突破提升。 要老的那届中,还藏有星月阁的宝藏,无形中成为肖炎的军火库。 有了这些条件,真是像不成功多难啊。 有喜欢斗破仓球的小伙伴,欢迎点击关注,留言评论。 处理傑